相信一定有熱愛戰爭電影的人 2022年有戰爭爆破炸裂的電影寥寥可數 外面真實世界上演的戰爭都比電影還要有看頭 如果說今年最強的空戰電影是捍衛戰士獨行俠 那今年最強的陸戰電影就是《西線無戰士》 2022年的《西線無戰士》這部電影沒有幾個你認識的明星 有忽然竄出來的噪音 有大量的空白時間 自以為是的探索頻道美景 甚至沒看到半個女性演員 但是其實所有的演員都非常到位 傳出來的噪音其實是要代替過多的槍炮聲 大量的空白時間其實是要你誠實戰爭的意義 自以為是的探索頻道美景是用來比對殘破的豪鉤畫面 沒有半個女演員 那只能問問雷馬克了 關於這部很低調但其實值得一推的《西線無戰士》 你有需要知道的12件事 第一點 雷馬克的《西線無戰士》這本書可以說是反戰的教科書 雷馬克的全名 愛里希·瑪莉亞·雷馬克 中間的瑪莉亞是為了紀念她的母親瑪莉亞 雷馬克出生時那一年1898年 德國的這個階段是德意志帝國 1929年出版的《西線無戰士》被改編為電影之後 話題敏感雷馬克先移居瑞士再移居美國 最後再回到瑞士終老 雷馬克能寫出這樣戰爭下的作品 和她在18歲那一年參與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有很大的關係 她看懂了這一切戰爭背後的假象 第二點《西線無戰士》這本書的時空背景不容易 在1928年雷馬克把故事放在德國福西斯報上 這個時間點國民革命軍的背伐結束 德國正在醞釀第二次世界大戰 德國希特勒的納粹幾年後掌權 所以這本書在那時空下是火燙的禁書 另一方面《西線無戰士》出版後立刻成為暢銷書 有多暢銷呢? 《西線無戰士》被翻譯超過50種語言 到目前為止《西線無戰士》一共3次被改編成電影 這本書之所以會火燙 不只是故事主人翁的視角和反思 雷馬克對於戰爭下的細節描寫特別深刻 閱讀過程充滿疼痛感 例如說到槍傷雷馬克馬上就讓你進入電影畫面 他說這種槍彈傷沒有中到讓身體馬上虛弱 也不會呈現半麻痹的昏迷狀態 但也沒有輕到讓你可以抱著可以活過來的希望而忍受疼痛 這個字就是半死不活 但他寫的是讓人痛不欲生 雷馬克甚至開始討論這到底是骨盆被打碎還是脊椎中了蛋 《西線無戰士》以一個19歲的學生視角看待這場戰爭 那一年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位熱情的學生在老師和同學的氛圍下入伍了 帶著滿腔的熱血抵達前線才發現原來他們是名副其實的肉店 話說肉店也值得吃一頓飽或是精良的醫療設備 結果他們就是單純為子彈的肉店 這學生很幸運的受了傷回到家鄉 家鄉的新聞明顯有落差 大家都相信強而有力的德國就快要贏了 風刺的對比 93年後看這本書 整個世界其實沒有多大變化 《西線無戰士》不只是經典名著 其實更像是如預言般的哲學故事 第四點 1930年的電影《西線無戰士》有一箱紀錄 是第三屆的奧斯卡最佳影片獎 也是奧斯卡的第一部最佳影片 顏色黑白很正常 畢竟是30年代 但《西線無戰士》是當時少數有聲音的電影 最詭異的是這部電影也曾經在德國柏林首映 電影開場沒多久後 忽然是滿場的胡椒粉味 讓觀眾分不清楚是鼻涕還是淚水 之後地板爬過無數隻老鼠 大家一哄而散 這是一場沒有結局的首映 第五點 到了1979年電影都有了顏色 怎麼可能不重拍《西線無戰士》呢 當時這部電影為《一美聯合》製作 拍片的地點選在捷克 有趣的是2022年這一部由Netflix出品的《西線無戰士》 也是在捷克拍攝 劇組在捷克搭建的巨大的電影布景 包含蔓延的豪鉤 第六點 1930年和1979年的《西線無戰士》 都是美國的觀點拍攝 這一次的《西線無戰士》 則是完全的德國角度出發 導演愛德華伯格和監製丹尼爾布爾 都是德國人 演員群們也多數為德國人 一戰和二戰兩次失敗的德國 在退出世界戰爭舞台之後 如果要說和平兩個字 都沒有比這個曾經的大魔王說出這兩個字更有力量 第七點 對於主要的主角保羅·鮑莫 由菲利克斯·卡莫勒飾演 看著他從電影開始的滿臉希望 到最後周遭的朋友都領便當 力氣放盡的兩眼無神 這演技很不一般 他其實是奧地利的演員 也是維也納城堡劇院的成員 戰場舞台劇 因為電影製片人的老婆也在維也納城堡劇院工作 是他給導演愛德華伯格發了一張照片當成面試 導演只說了這是一張老派而且天真的臉 就是他了 因此菲利克斯·卡莫勒得以飾演保羅·鮑莫 第八點 丹尼爾·布爾飾演的馬蒂亞是艾茲貝格爾 他在一戰是關鍵人物 身為德國人他堅決反對一次世界大戰 也是他代表德國和同盟國簽下挺戰協議 最後是在右翼恐怖集團的手下 提到丹尼爾·布爾 在好萊塢只要想到德國人甚至是德國軍官 應該都會想到丹尼爾·布爾 例如2007年昆丁的俄棍特攻 丹尼爾·布爾是百發百中的神槍手 然後2016年的美國隊長三英雄內戰 丹尼爾·布爾演出前蘇科維亞軍官期末 滿滿的陰沉和謀略 蘇科維亞那個時空下的德國 第九點 另一個比較常見的德國男星是塞巴斯丁·胡克 雖然他在戲線無戰事中只飾演一個小跟班 存在感也低 但看到這能酷的熟命孔還是忍不住驚喜 時常在電影中飾演反派的角色 例如2018年的珍利弗·勞倫斯的紅雀 正面乾淨俐落的珍利弗·勞倫斯飾演特訓過的俄羅斯情報員紅雀 其中一幕他和俄羅斯酷型特攻 也就是塞巴斯丁·胡克 一起對CIA探員折磨 但紅雀其實要誰死只有觀眾知道 塞巴斯丁因為滑刀殘遭紅雀刺死 第十點 2022年的西線無戰事並不是完整的復刻小說裡所有的故事 裡面偷偷藏了一段第二段故事 也就是讓丹尼爾·布爾飾演的外交官 但法國一戰時的陸軍統帥也是名將的費迪南扶許談判 費迪南扶許在歷史上有一個有名的扶許車廂 1918年一戰快要結束 德國已經撐不下去 列迪南扶許代表協約國在康比捏一節火車的車廂簽訂停戰協定 我們把時間快轉一下 來到二次世界大戰的1940年 希特勒在法國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諷刺的是 希特勒同樣選擇了康比捏一節火車的車廂簽訂停戰協定 這戰爭打的是一個復仇兩個字 第11點 導演愛德華伯格對於第二段故事中的談判 指出雷馬克筆下的西線五戰是 一戰雖然結束 但其實醞釀中的二戰才要開始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 德國人必須面對的那些談判 變成德國人必須面對的失敗 所以另一種德國聲音是精神勝利法 其實德國贏了 因為那些背叛者所以只是被迫投降 因此二戰的來到根本無法避免 第二段的故事讓西線五戰士的故事更完整 說白了就是描寫的戰爭再怎麼恐怖都沒有用 20年後同一群人還會再打一次 第12點 最後西線五戰士這部影片 目前在德國已經是推薦國中生觀賞的電影教材 2022年8月 德國電影評審團宣布 西線五戰士打敗了其他8部德國電影 即將代表德國交出2023年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 還不趕快看起來 感謝你也喜歡超低調的西線五戰士 按讚訂閱加分享 這個時候看西線五戰士是不是就東線五戰士